美国智库发报告 建言如何应对中国渗透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周三在华盛顿总部举行研讨会 讨论中国在西方国家输出影响力的问题 智库近期发布的一份全方位报告 是本次会议的焦点 报告指出了中共统战部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渗透活动 这份长达50多页的报告题为 中共在海外的渗透活动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该如何应对 报告是由哈德逊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乔纳斯派雷洛普莱斯纳 Jonas Pirello Plessner和副研究员贝林达里 Blindley共同撰写的 与会嘉宾还有美国每日也收网的国家安全记者 贝书颖Bethany Allen Abrahian和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 Michael Pinsbury被输赢担任美国杂志外交政策的特约记者期间 曾追踪报道了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各种干预行动 白邦瑞士前美国政府官员和美国国防政策顾问 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 他著有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 被输赢认为这份报告实属众望所归 他说在平日的报道中一直没有找到过关于中国统战部 在海外渗透活动的系统性报道 而新报告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报告 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 不惜花重金在海外拓展影响力 每年相关的经费达到了约650亿人民币 除了孔子学院、中国日报、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异于识别的海外宣传工具 中共还在这些民主国家进行渗透性 该女儿这样的意识形态输出有三大特点 隐蔽性、腐败性和强制性 中国政府利用当地政治、媒体、学术和商界的管理漏洞逐个击破 利用金钱的诱惑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渗透 普莱斯那指出 中共在全球的统战机制一个巴掌拍不响 各国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也助长了中共的渗透行动 这些西方的商人和企业不同形式的帮助中国在美国和海外其他地区宣传中国 这些纵容者一般通过两种方法获得酬劳中共 可以给他们的家人提供可查证的资金 这些政治家也可以向神秘第三方以高价卖出 自己的家产以赚取市场差价 报告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中共统战的软肋 这两个大洋洲国家因为允许外籍人士通过捐款 参与当地政治选举 中共利用其掌控的负商或当地统战协会的负责人 向当地的政治家捐款 旨在贿赂这些经济受益者在关乎中国事务的问题 时维护中国利益在新西兰 离开政坛的前政治家也沦为中共的统战工具 例如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Sankley 现在变成了美国通讯业剧情 康卡斯特集团康康卡 ST在中国工程的游说家 基于远高于市价卖给居民的中国买家的移动房产 也遭到了媒体的披露报告提到 澳大利亚已经做出了有力回应 目前堪陪拉正在审议三项相关法案 一旦通过 他们会要求外籍游说者公开 与其雇佣者的身份关系 并制定危害国家安全 德外籍人士的惩戒法案 相比之下报告没有发现新西兰目前对中共统战活动 采取反制行动比方一转 报告接下来谈到了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渗透活动报告指出 美国政治制度留给中共最大的漏洞就是频繁的竞选运动 中国政府通过社会福利组织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的捐款漏洞 得以通过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坚助大量竞选资金 同时美国政治家和大型企业因为经济利益经常被动的和中共达成共识 比如苹果公司总裁对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要求进行妥协 甚至间接支持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政策被输映说 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制衡美国这个问题看法颇为微妙 中国希望美国是强大和富有的 但前提是美国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 不要干涉中国自身的利益 如果美国经济好 人民满足 同时还能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 或者增进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这才是中国想要的 谈到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手法报告 还从损害学术自由 干涉言论自由 建立政 俯信国际智库 迫使好莱坞和媒体自我审查 迫害异议人士等方面做了分析 报告提到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三项法案 旨在遏制中共统战的势头 包括要求政府控制的外国媒体电期提交财政报告 完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赋予美国司法部调查外来资金 填补现有行政漏洞的权力 白邦瑞强调中国和美国向彼此输出的影响力完全失衡着非常令人担忧 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力需要与中国对我们的影响力进行对比 我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概是我们的十倍 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是开放型社会 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够努力 报告建议美国公民社会和智库成立一个统战跟踪系 以长期有效的揭露中共未来的政治渗透活动 NBSB记者 嘉奥则编身华网编瑞哲 相关报道贸战引发政治地震 刘鹤出局 美国助理防长台湾在意态区域地位 重要贸易战 中国该不该报复 习近平想不通 陈破空政治问题 经济化 经济问题 政治化 北京的乌龙战术 陈破空 中国官媒提高贸易战 三分被虚国民共克时间狗拉雪橇 大麻乌语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正义中国使馆警告民众赴美遭网民指责 习近平以路败向左之右处 硬撑场林宝华 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敌 卢伟被以受贿 最正式起诉评论 以添加评论打印 分享电邮匿名游客 王沪宁愚弄习近平大倒退 与美冷战必断送中共习近平承诺 开放越开越大 几十年来能改革开放的都开放了 再放旧危及中共生存 这也是大倒退的原因 真在开放必将一发不可收拾 结局必是中共垮台 若此时不让步 贸易冲突必将导致中共经济崩溃 更快垮台 无缓冲余地 还难见自由贸易港式在开放的 假门面缓冲的避风港 权贵敛财新特色特区 而内大陆则不会再开放 操纵甚至可说愚弄习近平的 王沪宁等人 既习惯令习不顾 颜面长左右摇摆 颠三倒四 让步是缓兵之计 改一部分边拖边看 逼到危及中共生存则变卦 王沪宁一贯封锁 阻止平反六四 镇压法轮功 军援前南斯拉夫 合助朝鲜 促成既得利益集团 大倒退乃至修宪巩固独裁专制 意识形态全面根固文革 是马教 2025计划与美冷战 等所有大策略操守 是仍在正言式的王沪宁 他是在自杀和断送中共 详醒谷歌 郝雪森 2018年6月21日18点45分 同步广播库 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 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 事情不简单沉破空 罗宇贸易战 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 俄平中美贸易战 北京已乱阵脚 中共内讧 让我们保持冷静 王丹美 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吗 刘青 冒战 引发政治地震 刘鹤出局 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 将其升 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 也谈政治正确 与言论自由流迪 事件 订阅